6月6日 中国女排公布了参加2024年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的15人大名单 朱婷 李盈盈领前 二传 徐晓婷入选 主攻 王云露落选 具体名单如下 主攻 朱婷 张长宁 李盈盈 吴梦杰 庄宇山 复公 袁新月 高益 王媛媛 接应 龚翔宇 郑一新 二传 刁林宇 徐晓婷 丁霞 自由人 倪非凡 王梦杰 在6月11号晚上8点 中国女排将会继续打响试联赛的比赛 迎战保加利亚女排等对手 在这场比赛到来之前 中国女排公布了香港站的名单 王云露意外出局 无缘本站比赛的征战 在这样的情况下 很多球迷既然是非常意外 与此同时也质疑教练组为什么要弃用王云露 这一次王云露作为中国女排的功臣完全被放弃 是不是太冤了 想要知道答案 不妨回看一下之前王云露和李盈盈的表态 我们都知道 王云露在蔡斌执教中国女排以来 一直跟随着球队征战大大小小的比赛 确实付出很多的努力 曾经帮助中国女排立下过功劳 所以这场比赛突然说不用就不用王云露 确实让很多球迷难以接受 但是球迷不知道 其实王云露本人并不是特别看重自己首发出场的问题 前段时间 朱婷刚刚回归的时候 有球迷就在设媒询问王云露 希望他继续首发拥有更多的出场时间 当时王云露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他说首发不首发并不重要 只要球队能赢就行 自己怎么样都可以 王云露的意思非常的明显 他并不是特别看重自己一定要上场多少时间 他最看重的是中国女排集体的利益和成绩 只要中国女排接下来能够获胜 只要中国女排接下来能够拿到巴黎奥运会的门票 相信王云露他是不会计较这场比赛 自己暂时不能够出战的 所以对于球迷来说 应该放宽心 毕竟王云露是蔡斌的爱徒 之前一直得到多次重用 相信即便是无缘本次香港战的比赛 后续巴黎奥运会的名单 大概率还会有王云露的名字 另外一方面 在王云露无缘香港战的名单之后 意味着接下来朱婷和李盈盈会拥有更多合体搭档的机会 这对于中国女排提升第三周比赛的成绩无疑是大有帮助的 换言之 李盈盈期待和朱婷有不一样的尝试 有更多的搭档机会在接下来取得佳绩 既然如此 王云露暂时把首发的位置让出来不是坏事 毕竟从目前来看 李盈盈和朱婷的搭档 确实是中国女排最强的主力阵容 如此一来 我们才有机会在第三周的比赛 打败德国女排和保加利亚女排这些对手 早日拿到奥运门票